G6赢回一场后,骑士抢气胜算如何,苏群阳一给出的答案竟如此反常。北京时间5月26日,骑士队在主场与凯尔特人迎来第六场较量,最终骑士109-99战胜凯尔特人队,双方战成3-3平,他们下一场比赛将在凯尔特人主场进行。 本场比赛詹姆斯发挥逆天,全场砍下了46分11篮板,就助攻的大号准三双,这还是在他腿部有伤的情况下做到的,但是虽然其实本场比赛赢了凯尔特人,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还是非常大的。 首先一点就是伤病问题,本场比赛勒福、JR以及詹姆斯,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,这势必会对下一场比赛造成影响。 另外一点就是老詹体力的问题,虽然詹姆斯天生神力,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凡人。 在G6的比赛中,詹姆斯全场仅仅休息56秒,随着比赛的深入,尤其是到了抢七大战,詹姆斯的体力恢复也会成为一个隐患,那么问题也来了,骑士队在抢七大战中,还有机会战胜凯尔特人晋级总决赛吗? 今天,杨毅老师和苏群老师,也对此给出了自己的答案,苏群老师说道,骑士队第七战没有太多的选择,他们甚至到明天才知道勒普有没有脑震荡,如果勒普不打,斯蒂文斯一定会充分研究后三节的录像,绿军拿出完全不同的状态。 但詹姆斯说,他最喜欢第七战,抢七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,杨毅老师也说道,勒普脑震荡,了,不知还能不能打,可其实证明了,他们的第六战,虽然是在主场,但是在凯尔特人习惯的方式和环境尺度里赢下来的,现在他们要去波士顿再做一遍,现在你怎么想象第七战的强度,对抗,那种终极残酷都可以, 这就是那样的比赛,无法预言,无法判断,这将是如何被图写的唱歌,令人惊讶的是,杨毅老师和苏群老师,都表示,很难预测到抢七的结果,这相比过去来说无疑是很反常的事情,不过这也正是体育竞技的魅力所在,无法预言,无法判断,你觉得呢? 感谢观看